如果你會來直接吃肉跟麵或肉乾 你嫌不出來 我跟你講 你兩個都給 不會後悔 越吃越驚豔 歡迎收看今天的好夾農力 每次我們在網友介紹這個 這個麵線糊 然後網友 網網 網網喔 網網 網網不是網剛好 網網 老闆娘不問你在那邊猜 對喔 我在那邊猜 老闆娘幫我解釋了 再一次 這個網友推薦的網網麵線糊 而且非常的酷啦 因為其實 我們一般想一個麵線糊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看到中午的時間剛剛爆滿耶 我們已經等過一輪 還輪到我們耶 現在是平日的兩點喔 然後鹿港喔 沒什麼車 但是好像鹿港人都待在這裡了 然後我們馬上就來吃吃看 這個麵線糊到底有什麼厲害的 但是剛好呢 有兩個網友 第二個介紹是什麼 就是介紹旁邊的那個肉跟犬 剛好 剛好 我們吃完這個時候 馬上轉場 一個繩子轉場 我們就在這邊吃肉跟試試看 來 我們一探究竟 Let go 這就是網友推薦的這個 位於鹿港的一個米線糊 它裡面很屌喔 只是賣米線糊而已 一碗 25塊錢 它裡面的餡料其實是蠻多 這個正宗的米線糊吃完 你還是要加醋 然後香菜看你自己敢不敢 然後胡椒粉嗎 這有什麼 有 我跟你講 你敢吃香菜嗎 我敢不敢 來一點啊 香菜很吃人啊 很看人 很看人吃啊 他會吃人 他會吃人 香菜鬼喔 它的米線糊很貼喉嚨耶 他腿很嫩耶 很 很滑順耶 很滑順耶 滑滑滑滑的 你是不是想說什麼這種新詞 貼蝌 我聽過生的啦 沒有聽過貼的 生的不會聽過啊 腔力咧 它裡面就一種口味 就是賣米蒜 一碗就是25塊錢 裡面有肉根 然後米蒜 這是一餐吃個兩碗 今天這餐就結束了 這結束了 正常的一餐可能這樣就飽了 CP值很高 25塊而已耶 它裡面其實是有蛋 有蝦 有肉根 然後吃在一起其實滿香的 因為它裡面有蝦的香味 它的莓果湯 它不是只有羹湯而已 因為你的羹湯喝起來其實很無聊 負擔耶 它這個湯是吃得到滑順的感覺 然後吃到蝦的那個香味 這個在台南市區一餐可能就45、55了 差不多嘛 像這個25可以吃到 欸 可以耶 可是只是可惜啦 就這裡吃 它沒什麼其他的配料 我覺得會有什麼小菜啊 其實什麼滷菜之類的 可能會比較多元一點 現在來這邊就是吃一下這個 就來入餐完啊 然後看這個 指個二吃一下 你看這個時間2點 這裡面的人還是很多 太濕滑了啦 這個湯 有它混的那個蛋 不會像那種根線 對不對 湯好入喉耶 這個網友推得還不錯喔 因為原本以為說什麼 一碗麵線是真的不一樣 不就是一碗麵線嗎 其實有啦 它在當地能 就是這麼紅地 一定要它的原因 這個麵線 很只要來吃 一碗這樣 就25塊錢了 但是吃完這碗 一定不夠 剛好 這個轉場 走過去轉場 走過去轉場 馬上繼續點 繼續吃 下一夾 再GO 欸 有沒有 一個轉場 馬上就來做 這邊拿全肉 有沒有 這就寫了 鹿港肉跟全 我們點了什麼 一個肉跟飯 一個肉跟麵 然後一個肉燥飯 然後 松阪豬跟炸豬肉 很便宜耶 肉跟飯35 四驅吃得到嗎 肉跟麵35 肉燥飯25 這個豬肉炸30 松阪豬30 松阪豬這種東西 這個假如在那個 居酒屋 這一盤150 來試試看 但是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網友推薦 如果這個很難吃 又加上立東都不成立了 馬上來吃吃看 它的肉跟麵不用加醋 就很好吃耶 這個湯味道很夠 而且它的35塊是35塊 它的肉給的 非常直打化耶 魷魚肉跟嗎 你有沒有看到魷魚 你看 你看 它更脾味捏 加這個蒜泥 它的蒜泥粉 直接是蒜末 它可能要混醬油 一些有什麼 它沒有那麼刺激 這個湯的味道也非常是有層次 香菇的味道是這樣重 有有有 我看有有 我來一口看看 你覺得蒜根麵那個比較強 黃麵很好吃 我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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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飯也很好吃耶 你的飯也很好吃耶 你的飯也很好吃 它的黃麵 譬如講我吃一個而已 它的黃麵 不是只是整天這個湯 讓它有點東西 就是吃一個粗飽的 其實麵條那個香味 都有 因為有一些肉跟 但肉跟麵 主要就是那個肉跟 飯跟麵只是出個好 硬吃而已 只是你加那個麵也沒味道 但是飯加的也沒味道 可是它的麵 麵 麵香它沒有入味耶 我吃了這個 我吃了這個 松阪豬跟這個肉跟飯 肉跟麵比起來的經驗度 我就覺得還好 對我來說松阪豬 我覺得是要脆脆的 可是它的豬肉就是 即格即格 因為它很便宜 可是你說讓我很驚豔嘛 還好 很驚豔嘛 這隻肉 這隻肉 這隻可以吃的肉 這個豬肉打我吃吃看 這我都吃不出來喔 我覺得它炸的會 太酥了 這什麼 看我酸不出來吃 我那一種 我那在吃皮 它有點像什麼概念 台股酥 台股酥真的不是吃肉 它就是炸起來那個皮 脆脆感 它真的是在吃那個酥脆感 吃到最好它很不錯吃 因為一夾越香喔 這豬肉打應該蠻嚇的 我就是這樣 你把豬肉打到湯裡面 你要喝掉 喝掉 排骨酥麵那種感覺 排骨酥麵 排骨酥麵 你把豬肉打丟到肉跟湯裡面 它裡面要把它嚼進去 這成立了 它本來是豬肉打 在這裡是必點 配一個肉跟麵 這兩間的經驗度 我覺得這間會令我比較體驗 你可能是現在的東西比較豐富 但是跟你講 因為兩邊好像是左邊右邊 它兩邊聲音都很好 兩邊其實都非常好吃 如果你食量夠的話 建議你兩個不要一起吃吃 就是合起來容易攻進去 一集直接吃兩樣 何必只吃麵線 何必只吃麵線 沒有人的接受啦 真的這個吃法就對了 你要點豬肉炸 然後丟到肉跟麵 肉跟麵 然後如果你是來 直接吃肉跟麵 或肉跟麵 你鹹不出來 你兩個都點 不會後悔 越吃越驚豔 為什麼這樣 就很像那個沙拉上面那個 放出來那個酥 台式的那個芋能量上面的那個酥 你看 肉炸拌 拌一點你看 25塊完全最有其他價 它的肉炸 頭版上都是瘦肉 吃起來不會膩 然後油豆腐滷的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入味 今天的灰仔東西供給也是 平板美食欸 這是甩原油澡的超級美食 我們來鹿房 我覺得必吃這兩家 以前來鹿房吃什麼 我都吃蚵仔煎包子 可是也好吃 但是現在顛覆了我這個鹿房的想像 來這邊要吃米薩跟肉跟麵 馬上今天的總結 沒錯 今天的美食 總結上今天這兩家的心得 我覺得這兩家 我比不出來哪一家比較好吃 雖然它都是湯湯水水類的 就是麵線糊跟肉跟麵 但是我分不出哪一家 比較好吃 我跟你講一次來 兩家都吃吃看 兩個人吃吃看 那一人一半 我就兩個口味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東西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的價格非常非常的親民 全部都是百元 有找一百元 兩個人就可以吃了 你看麵線25塊 100塊你可以直試完 這個35塊 100塊 你幾乎貼個5塊 可以吃三個 今天的喝家農曆公實在是大成功 好不好 大家還有各縣市的美食推薦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每個禮拜三的晚上八點半 故隸上片 喝家農曆公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